我們如果要另外一個方法不是執行公式 而是什麼呢?而是執行的時候先 就是直接把結果丟出來,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結果 裡面 其實實際上是我們計算完的結果 那一樣第一個,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月考這個地方 那當然for i 等於13到27 或者你向下偵測,不過特別注意喔,向下偵測 各位有沒有發現,我這邊是故意控一列 原來不知道是不是有沒有分開來,如果原來沒有 是連在一起的話,那你從這邊ctrl向下偵測的話 它就會偵測到28列了,那 理論上當然 基本上就是說 通常範圍是連續的東西,如果多一些怪怪的東西 你可能把它切開來 才是正確的 所以這邊往下偵測到27列 它就有一個範圍 那我們做什麼事呢 輸出一樣到sales i列的i欄 裡面要做什麼呢 丟給它一個 我們是什麼 丟 哪一列呢 這一列跟這一列跟這一列的東西 跟上面相乘 那上面這三個是固定的 不會動 所以如果不會動的範圍 我習慣用range 那如果會動的話呢 我會 跟sales 搭配 因為sales 裡面放的是數字 所以 寫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直接來看 因為這前面有些 前面有講過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我把這邊先拉過來一點 那實際上我的寫法 就是 for i 等於13列 到最下面一列 一樣輸出 先寫在前面 然後呢 因為我 不會變的 我就把它寫成range 固定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是在哪裡呢 在 D欄 這個位置 D 11 D11 後面 E11 寫成這樣子 後面沒看到那個是 E F11 乘上什麼呢 乘上我的sales 哪一欄 因為底下這個 底下這個範圍會變 會一直往下 所以sales I列的哪一欄呢 D欄 有沒有這個是 D11 跟那個D欄的 會變動的 相乘 相加之後呢 那丟到哪裡 丟到 這個sales I列的I欄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幫我把它丟 丟出去的話 那最後的結果 其實看到的也就剛剛看 各位可以看到的這個結果 這個差異的話 就是說 這個是最後把它相乘之後 再丟到裡面去 所以呢 你油標放上去呢 它不會是一個公式 而是會是一個結果 OK 然後這邊有個清除 好 那再來另外還有一個是 制定函數 前面有講過的就是 在 使用者定義裡面 好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有兩個啦 一個是月卡函數 一個是月卡函數範圍 這個其實也大家都差不多啦 前面有講過 那月卡函數的話呢 會有月卡123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按確定 給他月卡1 月卡2 月卡3 給他三次成績 他一樣會幫我 Return一個結果 84.4 放在哪裡呢 現在的儲存格裡面 OK 然後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這是第1種方法 制定函數裡面 那可是問題是我們 一般如果是連續的範圍 可能會改寫成第2種 月卡函數範圍 跟使用者 有沒有 不要要三個啦 因為123 反正就在隔壁吧 那你給他什麼 你用選的好了 選完之後呢 按確定 成績就回來了 OK 那這個撰寫的方法 我想前面好像 應該有印象 有類似的 只是不一樣 只是我們把 邏輯稍微改變一下 就可以達到 你要的這個 制定函數的目的 那其實制定函數 那你工作裡面 做完 其實蠻方便的 很多地方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工作會變 比較輕鬆 OK好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剛剛那兩個函數的做法 第一個 Function OK 特別注意 所以插入 程序的時候 剛剛如果是按鈕 是Sub 如果是 這個 假設是制定函數 你希望這個地方插入 制定函數的話 那叫月考函數 OK好 那所以我 給他一個Function 叫月考函數 那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會跟使用者要三個東西 所以呢 請你在後面的這個 小瓜糊裡面 放123 那將來當然你 讓 插入一個函數的時候呢 他就會 跳出來 讓使用者去 去挑 假設這個月考函數 123 月考1 月考2月考3 那使用者給我們資料 會放在那個引述裡面 所以 這個月考123 先取消 直接來看 然後 123 他給我們的資料呢 那當然 這個資料 我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 放在 其實你可以 跟剛剛那個公式 這個月考 蠻像的 月考1 跟那個 我固定的位置 Range的 D11 就是 30% 這個相乘 或者有時候當然如果你這個 假設 比例是固定的話 也許你在這邊直接輸入0.3 也可以啦 不一定要去 Range上面抓 你直接就這邊打一個 0.3 也可以啊 如果說你要 到那個 出生格去抓的話 就抓Range D11 然後月考2跟Range 這個 E11 月考3跟F11 相乘 最後的結果呢 把它return給 這個月考函數本身 一定要放前面 固定公式 跟前面 講的是一樣的 所以OK 第一個 那可是比較 還是比較常用的 就是說 有關 如果我今天 要讓使用者選的時候 那你給他選的是一個 一個範圍 那我前面講過 你選了一個範圍 通常我的習慣會先把這個範圍先丟給一個 A 的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是自己取的名稱 那 他得到之後 其實不是得到一個資料 而是一個陣列 那如果說我一個陣列要必須把它切開來三個的話 那一樣 這邊 第一列的第一欄 第一列的第二欄 第一列的第三欄 那用 這個資料裡面 我是用A有沒有 A裡面的第一列的第一欄來表示 那依此類推 就是A的 A的第一列的 第二欄 然後 這個就是第三欄 依此類推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把它改成月卡函數範圍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上面複製貼過來改 那 改的地方 你 大家要注意一下 反正以後呢 如果你是要用範圍的方式存取資料的話 那第一個名稱稍微改一下 我加一個底線範圍 那本來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三個 改成一個範圍就可以 就把這個月卡函數範圍 丟給這個A 那將來的話 本來上面是月卡1 就是A的裡面的1-1 A的裡面1-2 1-3 最後再return回去的話呢 就給什麼月卡函數底線範圍 這個名稱要更改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 月卡函數範圍的這個函數 也就完成了 所以直接怎麼樣 插入函數 這邊就出現 按個確定 然後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有沒有他123個 按確定 結果就出來了 OK這個是制定函數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這個部分呢 我們主要用到了像SumPoder的函數 然後就再利用那個 這個這個VBA 兩種形式 把它做輸出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接著還要繼續來看那個SumIf SumIf部分 koş了 看這個大伐 thinking 要不行